大家好,阿威南奇的某A得识 这次做个日式RPG的实况 虽然还有Kinder Rush Frontier 这个大坑调田 游戏名叫Line It 实谎少女,实谎龙女红色的吸血鬼 大致是这么翻译吧 游戏已经有中文版 但运行中文版游戏会崩掉 看定论坛上大家也表示有这个问题 等作者修护Bug前 先玩日文版 看了下网网的介绍 游戏时间大致是半 到一个小时 有一个Domo End 两个Bad End 我想玩个慢点的话 大致4P能完结吧 好了,开始游戏吧 从前 某个小镇里住着一个吸血鬼家族 性情和矮的他们和人类 一直在那镇上和母相处 但是某一天深夜 一下和矮的吸血鬼 袭击了镇上的人类 当吸血鬼回过神来时 那人的血也被他吸干 吸血鬼的事被其他人知道后 吸血鬼就被处死了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吸血鬼 吸血鬼真的存在过吗? 他们是坏蛋吗? 吸血鬼曾经存在过 不过,现在没有了 是不是坏蛋 爸爸并不清楚 但我认为这个吸血鬼 一定不是自己的意愿去袭击人类的 已经不早了 该睡觉了 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去睡呢? 大家都睡了 狼就会来 所以,把房间锁上 早点睡吧 好啦 太晚不睡的话 待会儿就睡不着了哟 恩 晚安 还要走多久呢? 喂 爸爸 在听我说吗? 又在听吧 住嘴 小鬼 就快到了 不要再问我了 我不是小鬼 我是依非 还有不要用爸爸来叫我了 听上去很不爽 不吗? 因为 爸爸总是用不同的名字称自己 你背下我 背下我吗? 拿十万来 我就背你 坏蛋 看 已经到了 还有到这儿后得叫我李郎 记住了吗? 怎么又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该管操作了 喂 范米利昂 写的是范米利昂镇 如此 又学到一个 反正你一会儿就忘了 然后 这次要做什么呢? 这镇上好像有情报商 总之先向他出手下之前 去过的镇子的情报吧 还有这镇上也有些传闻 所以需要调查下这些传闻 然后再卖掉吗? 没错 还有就是 你不要多嘴乱说话 不要吧? 好吧 我知道了 首先找下住处 找这里的居民问问吧 从左边的房子开始调查吧 爱依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你为什么也在这里呢? 太累了 歇歇脚而已 顺便打听打听情报 对了 关于这镇上的传说 有什么可以向我套路下的吗? 给钱就告诉你 我知道了 真小气 看来是一样的对话了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被塞满 说了床叶 为什么还有两张呢? 还能一起睡 不错不错 到右边的房子去看看 房间结构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有 多了一些箱子 上不了床了 继续调查下其他房间吗?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不得有些缺口的小刀和杏仁饼干 乱七八糟的 看一下刚刚找到的到底是道具还是装备 两个都是道具 字考小有些看不清楚 居然还有一个叫骗子的道具 这个床能睡哦 要不要一起睡呢? 睡了 还要不要睡呢? 事后什么都没发生 算了 不睡了 到其他房子去调查下吧 什么都没有 这镇上的房间结构全部都一样啊 除了有些房间 有些箱子不能上床外 这个房子不一样啊 是图书馆 而且里面还有人 找他对话讲对不起 是猫 居然还不理我 陈列着各种书籍 都是陈列着各种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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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外的又完全变了 好不容易才认出来 不过昨天夹的伤疤 只有这个还是老样子 嗯嗯 这孩子是 这孩子的事 待会儿再解释 你知道这里居民都在哪儿呢? 啊 住处的是吧 再用上方有一个大房子 问问那里的人就好 这镇上的居民就只有他们一家 你去告诉你的情况 我想很容易你就能得到落脚处 如此 谢谢了 那么我一会儿再来 背一背 那边孩子也 走吧 不想住处的事成为把分事之前 有什么东西 入手大片子和笼子光环 字太小了看不清楚 哎呀 你好 我叫丽棠 有些事想学问一下你 啊 好的 没关系 这镇上有可以住宿的地方吗? 我们有吃过东西了 所以只要能住宿就可以了 你们是旅行者吧 住宿的地方 并不是没有 这镇上现在就只住了我和我的妹妹 这里和图书馆之外的房子 你们都可以住 不需要付钱 知道了 非常感谢 有几千房已被借送了 还有 对了 对了 有一个外面放着白色木箱的房子 刚刚整理过 所以我想你们马上就能使用 不过 如果你们要住今天的话 请不要在午夜室外出必是指的 嗯 这里会有狼出没 非常凶恶还会袭击人的 我们会注意的 我就住在这里 还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来这里问我 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凯斯 李古菲亚 请多关照凯斯 很多事还请多包涵 那我就告辞了 好可怕 还有狼出没 爸爸不是旅行者 也不是李昂 竟在说谎 李昂 在这里叫我李昂 冰费了吗 小鬼 哎呀 不要生气 嗯 冰费了 李昂 住处已经确定了 去情报商那儿吧 桌上有个什么东西 下那呗 卧槽 一言一合就战斗了 只有三个选项 攻击 技能 道具 总之都攻击吧 剩下的三个房子也看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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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还是什么都没有 凯斯在里面了 妹妹 叫雷切儿 是个非常害羞的孩子 不怎么爱说话 性格温顺 作为哥哥 他今后的事还是有点担心的 凯斯原来是汉子啊 即使是夜晚 全阵也都是红色的哟 这也是这阵子林子的由来 记得父亲这么说过 不过父亲已经不在了 说一样的话了 这房子也调查下吧 顺便看看妹妹去 兔子的毛绒娃娃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糖果 悄悄带走 还是算了 当然悄悄带走了 好 四个箱子 四大街灯了 有个 兔子的毛绒娃娃 这是哥哥的房间吗 墙上的镜子非常醒目 稍稍有些倾斜 书 排着大量的书 放着各种书 放着小物品 终于不是书了 一本很厚的书 哥哥看来是文艺青年 书都是到处放着的 中间这房子是厨房吗 墙上有这么大的刀叉的图案 皮卡皮卡 湿润润的 蜡烛 这厨房还是非常大的嘛 但放的东西不多 门是锁着的 好好奇啊 牛灯 装饰品 刀叉果然是装饰 墙上还挂着钥匙 左边应该就是妹妹的房间了吧 果然 好多毛绒玩具 不过怎么看都不像兔子 里面有好多衣服 妹妹的床不能睡了 妹妹好了 不能 说话 所以 好吧 果然妹妹很害羞 桌上的东西能调查吗 看来不能 闪闪发光的微距 哥哥还是说同样的话 嗯嗯 哥哥的床也不能睡 嗯 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好调查的了 图书馆的猫还是不理我们 好了 去找情报商 借宿到房间了吗 借到了 那么开始吧 嗯嗯 我更期待你的分享哟 是吗 那么就是说真的存在蓝鸟了 是的 但没能捉到它 即使这样 也可以了吧 能拿到蓝鸟的羽毛 还有目击到的情报 就已经足够了 这是你的报酬 还有 之前听说你获得了龙的蛋 也是真的吗 啊 那事儿呢 就是这家伙 什么 恩 被孵化出来后就是他了 关于蛋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喂 哎 哎呀 不可以这样拉 要温柔的对待小女孩 教练我也想抱抱 要像我这样温柔的哟 哎呀 那么 这孩子是什么龙 雷 还是变形虫 吃谎言的龙 他以吃谎言为食 还能吐点火 事实就懂了 喂 小鬼头 我叫一飞 一飞其实啊 我和这家伙是兄妹又 你说谎 是的 我是在说谎 嗡呜 然后呢 揍他 最近的年轻人真是的 一言永恶就打架 好烦 好烦 这音效像打屁股的声音一样 皮啊皮啊 原来有技能可以使用 飞刀和现代枪 就飞刀吧 原来如此 果然试试就明白了 这样的龙至今没见过听过 如此 你也有不知道呢 总之这次就到这儿吧 今天走得有些累了 OK 可以的话 这孩子能高价卖给我吗 这小鬼不是商品 不过小鬼的情报可以卖给你 真是为理事图的家伙 比起这个 为什么要选这里作为交易场所呢 来这里非常不方便 而且我不认为这里会有预感治理的付出 对等的价值的情报 所以说 这里的吸血鬼传说是真的话 不就有丰厚收获了吗 吸血鬼什么的 不就只是童话吗 我还觉得龙的存在 也只是个童话而已呢 虽说吸血鬼很久以前就灭绝了 但我相信它们一定真的存在过 证据呢 我的直觉 妈 我倒是有些与之相关的有线情报可以告诉你 当然 是要收费的 啊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 以谎言为识的龙 嗯 有趣 说一样的话了 什么都没有 龙是可以卖的吗 妈 龙本来非常稀有 身体有结实 卖的话想必会卖出不错价钱来 主要是作为奴隶来交易 这样很过分吗 真是的 想知道的话 自己去调查吧 我有东西要去调查 这段时间你随处去玩吧 还有不要处置镇子 不要去奇怪的地方 对了 这点心你拿着 有点心 好棒 该我操作了一飞了 先睡一觉回复下体力吧 嗯嗯 嗯 体力满了 到哪去逛了 什么都没有 当然毕竟调查过 什么啊 想一起玩了吗 想玩 算了 先选算了吧 不 我自己一个人玩 是吗 猫老师还是不理我 去找下妹妹吧 天安下来了 今天又结束了 没话 门还是锁着的 妹妹妹妹 我来了 不能 说话 所以妹妹还是老样子 不说话 那么该去找谁了呢 去找找下面大妹子吧 啊 现在一个人吗 一飞现在一个人又 是吗 那和我摇夏天吗 摇蝴蝶们扇动翅膀 形成龙卷风的故事 可以吗 还是要做猛的病 要收钱的吗 那还是算了吧 原来这方面都被教育到了 切 啊 这样吧 你不是有空吗 麻烦你去叫下我的搭档可以吗 我想应该是在图书馆的吧 名字叫乐温 特征就是猫 好的 拜托了 我想乐温应该是在图书馆一库座 去找猫老师了 大哥 你是乐温先生吧 是的 大哥 那大人的名字我不知道 头发卷着的 偶尔扎嘴的女士在找你 你说的是罗沙利了 好的 谢谢了 那么先告辞了 这样就可以了吧 拜托的事完成了 接下来做什么好呢 再去找猫老师他们聊聊吧 然后呢 嗯嗯 他们开始电波交流了 再去找下情报商吧 怎么啦 没精打采 肚子饿了 原来如此 那么 给你些名单啊 居然有选项 点快和我做个游戏吧 你赢了就给你做游戏 这里我手里有一个小球 你只要猜中在我男只手上就可以了 知道了 开始了哟 霍一 霍一 在哪里 左右 后面 居然还有后面可选 选左吧 残念 猜错了 你绝必放在后面的吧 哇 安理讲了 有空再来玩哦 那人不在身边吗 那让我默默打下吧 不要 以前叫哈利 再以前叫古力多 黑发 金发 红发 这样染发头发瘦的鸟毛爸爸的真营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快告诉我 一万元 原来是叫他爸爸 不对 是被叫爸爸 是找李昂 还是去找妹妹呢 去找妹妹吧 现在一个人们 这镇上没有什么特别游乐园 对孩子来说有些无聊吧 一非不是孩子了 所以不无聊 是吗 那是李了 啊 哎呀 不想起的话 吃点什么吧 我比较喜欢做点心 可以给你做点 我最喜欢点心了 啊 但点心甜不饱肚子 是吃特殊的东西种族吗 是的 哥哥 拜托稍稍说些谎话啊 谎话 刚刚我打扫了下房间 然后就看书去了 在此之前吃过饭了 这个是 大哥 纵塔 哪句是谎话 大哥 是哪句呢 需要帮忙吗 没关系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吃不饭了 选谎话吧 反正一言都合 我操 只能选一次 看来这里也是分支点了 这是 就是说你是以谎言为师的吧 嗯 是的 原来你是这样的种族 所以我们种族也是以特殊东西为实 但吃谎言 对我来说还是有些惊讶 哥哥你们没有出过这个阵子吗 是的 没有火车能走的道路不多 能来这里但也非常不方便 不方便是指来这里非常累 不是吗 是的 加上完全空着阵子 我有些担心 我身体虚弱 妹妹年纪又小 而且柔弱 所以大哥 好可怜 可怜 大哥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国家和小镇 所以我还没有全部看完 但全部都不一样 全部都非常有趣 世界真的很大多 是这样吗 但对我来说 有能和情人一起生活的这个狭小世界已经足够了 但能聊这些有趣的事 真是谢谢你了 呸呸 哥哥他们也以特殊东西为食 我怎么感觉他们就是心血鬼一族呢 稍说一会儿 稍稍和我聊一会儿可以吗 妹妹终于和我说话了 当然可以了 那个 你叫雷切尔是吧 嗯 我叫雷切尔 我叫伊妃呢 叫我伊妃做好 伊妃 妹妹笑的好吗 和你一起的 那穿红色衣服的是你哥哥吗 不是 李昂是我爸爸 是你的父亲 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只有哥哥了 是吗 是的 小时候的某一天 他起床后就倒在地上 然后第二天就去世了 爸爸不在了 感到孤独吗 还好 有哥哥在身边 哥哥对我非常好 啊 但是 但是 只有一次 哥哥掐着我的脖子 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也被李昂去吃过 但没有掐过我脖子 原来如此 那么 我们或许有不一样的地方 镇上原来有人类和其他不同种族 然后 不知何时大家都消失了 嗯 虽不太理解你的心情 但讨厌的话就把讨厌说出来 不说的话 别人就不明白你的想法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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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次 讨厌 OK 呵呵 谢谢你了 能说上话真的很开心 嗯 雷切尔还是蛮能言会到的 但还是偶尔出门到外面去玩才行 我们下次一起去玩 我们下次一起去玩怎么样 讨厌 呵呵 玩笑 下次一起去玩 妹妹好可爱啊 嗯 刚说可爱就又不说话了 哥哥 哥哥还是一样的话呢 厨房门门还是锁着的 是不是该去找李昂了 对我还没存过大妈 赶紧存一个 对 李昂在图书馆 要是累了 先去睡觉吧 啊 你就让我一个人去睡了吗 再去看看情报上吧 那边的女孩曾经和你是同龄人 龙即使年龄长大了 但外表没什么变化吧 一飞 不久之前才刚刚出生 是吗 最近才出生的啊 那么不能愉快的对话了 嗯嗯 以前叫哈利 再以前叫鼓利多 黑发 金发 红发 这样染发头发瘦的鸟吗 爸爸的真名 你知道吗 我知道哟 非常心痛的名字 快告诉我吧 一万元 原来是叫他爸爸 不对 是得叫爸爸 同样的话 大哥 有李昂的衣服 我的衣服 还有胖子 还有选项 胖子套头 什么都不做 当然胖子套头啦 嘿嘿嘿 胖子 我在做什么啊 乱糟糟糟的 那么睡觉了吧 睡了 什么都没发生 那还有去找谁啊 李昂还是说同样的话 李昂还是说同样的话 你 但什么也没有 哥哥也是同样的话 难道是去找猫老师了吗 猫老师他们也是同样的话 大家的反应都不变了 我卡坏了吗 我卡坏了吗 祝您 也没有 什么是 完了完了,卡关了 妹妹的房间呢,妹妹房间怎么多了一个怪,讨厌,讨厌,把它吃了没关系吧 吃 又是这个大屁屁的音效 背景音乐换了,应该是推动剧情了吧 时间已经很晚,没关系嘛,月亮看上去是红色的吧 虽不知道为什么,但从以前开始在这镇上看月亮,就是这样的了 但是我不喜欢红色月亮,我不喜欢红色,什么时候能看到白色的月亮就好了 打哈欠,不好,失礼了,我是喜欢早起的人,这个时间不睡不行了,摇摇晃晃的样子了 门还是锁着呢 那么去找李昂了吧 天色变了 李昂不在图书馆,该不是回家了吧 玩开心了吗 开心 那么老样子,今天遇到的是,和别人谈话的内容,能记得的都告诉我 好的 已经说完了吗 嗯,说完了 如此如此,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吸血鬼一族的后裔 吸,以人血为食的一族 吃血 喝血,是吸血 袭击人类后,把人的血全吸盖 会死人的 啊,会死的 不过现在看上去是没那么失血了 变得像如今这样不吸血也能活适的 但在那些深处,有可能还留着会苏醒的失血不能 毕竟,情报还不出很全面,还不能下定论 哈欠,困了,我要睡了 你不要做奇怪的事啊,也早点睡吧,李昂 别突然拉我的衣袖,会被拉长的 我为什么会以谎言为食呢 如果你明白的话,现在你眼前将会有一大堆点心 不是吗,这样的呢 那,为什么只有我能吃谎言 而李昂,还有其他人都不吃呢 好困这个吗 但是,这能力只有你才有,不是很棒吗 听好,依妃,所谓的谎言,虽是自己说出来的 但实际上是谎言附体到你自己身上的 被救,最恶感,后悔交汇在一起后 附在你身上的谎言就会变大 然后,变得无法承担后,就完全被谎言附体 如果变成这样了,就没救了 你呢,能帮助别人在变成爱药之前 把附体的谎言吃掉 那人的内心就不会陷入黑暗了 你不认为这是捆暴的能力吗 这样啊,亏亏,那么依妃非常厉害,是吧 啊,好厉害,好厉害 但是,怎么也啊,即使说谎,也不会像别人那样出现怪物呢 听好,依妃,我说的是,全部都是正确的事 即使那是谎言,不被揭穿的谎言,那也不是谎言 那么,我睡了,呃,晚上才刚刚开始哟 快点睡,是 但是,现在还不困,再去玩下吧 睡着了,叫醒继续,还是算了 当然叫醒继续啊,用中指弹了下额头 没醒,继续弹 算了睡了吧 诶,睡了也没用啊 诶,睡了也没用啊 继续弹,继续弹 还是没用 那要出去玩吗 去找情报山吗 嗯,依妃,白发的家伙呢 睡了,哇,这么早就睡了 大哥,依妃,你出生时的事还记得吗 记得 那时感觉很刺眼,然后看到李昂张着大大眼睛 之后,李昂给我了浴巾 如此如此 那么,为什么你会以谎言为实 你知道吗 这个,不知道了 嗯 不错,非常有趣 大家伙蛮口的谎言 所以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 是吧 是的,如果说谎的话 我就能闻到说谎气息 但是,我知道这是谎言的话 就必须得把它吃掉 把真话吃了,就会不好的 但是李昂的谎言没有气息 完全分不清真话 还是谎话,好烦啊 看来真实的部分也会出现 嗯,弥团还真多 高明谎言没法吃 如果能识别谁是谎言的话 还是,谎言自己会 我也有问题想问的 姐姐拿着的那个 新型状的食物是什么呢 嗯,是指的爱情果实吗 黄色的是甜的 但红色的烧有点酸 还有,虽看上去很漂亮 但头像门会炸开 弄得对方身上黏黏的 所以我的话 主要用看头像敌人眼部 用起到账面效果 不是吃的吗 嗯,还有很多迷团啊 突然对一飞有了浓厚的兴趣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啊,管有些东西要调查 你也早点回去吧 已经很晚了 但是,那个哥哥说过 不可以深夜外出的 幼狼是吧 并没什么好怕的 过来熊都打倒过的熊 熊 但是一飞还是柔弱的少女 所以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 一飞也很强的 过往哥哥 晚安 直居回家 别瞎逛哟 那么明天见 嗯,拜拜 快点回家 别绕道哟 晚安,晚安 天很黑了 不要瞎逛的回家了 总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先去猫老师家看看吧 都不能调查了 妹妹家怎么样了呢 居然门锁住了 游戏开始讲童话那段 难道就是妹妹一家的情节吗 厨房门还是锁住的 一下没背景音乐了 还是蛮恐怖的 睡着了 哥哥竟然躺在桌子上就睡了 图书馆怎么样了呢 什么都没有 李昂还醒着呢 你的床在那边 笨蛋 还不让一起睡 真是的 要睡了吗 当然睡了 卧槽,出事了 刚刚辣叫声是 去看看吧 你跟在我后面 别离开 既然出现情况 那么就是该留悬念的时候了 也录了半个小时 后期也弄得够呛 对了 官网上写着男主是欺诈师 这个之前忘说了 所以目前玩到这里 感觉游戏中的每个角色 都有在说谎的成分里面 除了猫老师 不由得让我老师在警惕 他们是否在说谎 不过可爱 亦非感觉每次都诚实地回答了他们 作者用这样反差的方式塑造女主 加强了女主的可爱方面上 留给大家的印象 感觉也蛮不错的 好吧 这次就先到这儿 下一批再见 拜拜